安迪沃河 普普狂想特展 中正經典堂 順子大展出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姊 目前台灣唯一一個youtuber 可以進到這個空間吧 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麼 應該不然發現這是什麼展吧 因為目前還在布展中 也有很多畫作沒有辦法 對大家直接的公開 我大概介紹一下 目前這邊的環境還有空間 目前看到這邊灰灰的牆呢 到時候這邊會擺個 滿一雷夢露的剪影 這邊呢 就是罐頭作品 然後這邊可以提供網美拍照 一大片 這邊會是一個互動式的牆 這邊有一個投影機 這邊的話呢就會有一個APP 你在這邊把你的照片放進去 或在這邊拍一張照片 這邊呢就會用投影機 投現出一個Andy Warhol四格的 沐浮風的照片 還有影像在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很簡單的 Andy Warhol他個人的生平簡歷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經典名言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經典名言 15分鐘就可以成就一個人 可以讓一個人成名 可以讓一個人成名 看到這邊就是 明人雙雙畫的版 是一大四個東西 然後這邊有看到 ROHA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也是可以提供網美拍照的 一個小小的地方 再來我們繼續往前看 這個呢就是雜誌與音樂剪輯 專輯封面 這邊會有大家熟知的 Mike Jackson的一些專輯封面 會在這邊直接展出 其實在這個空間裡直接看到 都是用這個塊的面積去 表現出情緒 所以是Andy Warhol很厲害 最專門的地方 Andy Warhol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成功藝術家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基本上能夠把藝術還有金錢 融合在一起到這麼完美的男人 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你想到不可能的任務 你會想到什麼呢 就是Don't Curve 他是我覺得目前最帥最帥的男人 這邊的話特別要講解的是 這邊有一個一區塊 它是會放銀色的氣球的地方 那這銀色氣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過去還有未來 過去代表就是螢幕 過來的部分呢 就是代表著科技還有宇宙 今天大家看完這整個展區 其實規模非常非常的大 雖然展品都還沒有掛上去 可想而知這裡的展覽 是非常非常的豐富的 你準備好了嗎 Andy Warhol要來台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先幫我按個like 或關注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G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誰永恆和瑪莉連夢露的歉影 誰製造了普普藝術的經典 普普大師安迪沃和 顛覆了世人對藝術的想像 安迪沃和普普狂想特展 中正紀念堂盛大展初衷 We are family 十一點亮藝術新生命 嗯 嗯